第六百零四集 盖九幽 八千年前的盖世人物 打遍天下无敌一手 俯视云云众生 只差一步而未成大地 传言作画大荒种 小渺仙音 悠悠扬扬 像是从远古流淌而来 与大道轰鸣 让夜空虚无 充满了莫名的神韵 月华下下九幽一身白衣 眼眸清凉 发似飞扬 像是立身在仙界净土中 但却有一种杀意在汹涌 在这一刻 诸多修士机体军裂 五脏疆伤 神魂欲毁 骨头都快要消融了 杀鸡无限 天发杀鸡 一星一宿 地发杀鸡 龙蛇起路 人发杀鸡 天地翻覆 所有人心胆皆寒 惊得飞快倒退 九幽先取一响 暗藏无尽杀意 简直有天崩地裂之势 夏九幽明明站得很近 但却给人以非常缥缈的错觉 仿若站在星空的彼岸 隔绝在无法触及到 另一个天地中 嗡的一声 仙王一击 铺天盖地 大手覆盖苍穹 几乎要破到了夏九幽的身边 与那片天地中的道音 激烈碰撞 像是百万大军的厮杀 穿金烈石 卷动高天 又如连天海啸 无尽大兴起嘴 两人刚一照灭 就是发出惊世功法 夜凡净利虚空中 窥然不动 演化出一方小世界 九天沉浮 在他的头顶上方 万道玄黄气垂落 他化生出另一个自己 高座九冲天 宝像庄严 犹如一尊神灵 仙王临九天 为上古最恐怖的异象之一 谁一展出 就有崩天裂地之势 镇住了所有人 砰的一声 仙王临晨俯视苍生 从那九天之上迈来 向着夏九幽儿去 他头戴九龙冠 身穿万龙袍 威势套天 翁的一声 虚空抖动 几乎快被扯碎了 仙王抛开那片禁锢 不断地逼近夏九幽 要破入他的那片净土中 蒸蒸的 仙渠惊使杀伐如潮 仿若千军万马在奔腾 让星月无光 领天穷崩裂 阻抗敌手 东的一声 仙王威势无双 大手不断轰击 那化形而出的道一 与之剧烈大碰撞 九幽仙曲 举世难闻 自古以来 未曾想过几回 与神之蓄取并力 为阵势道一 拥有无与伦比的伪力 可以说 他有夺天地造化之奥妙 可磨灭世间一切法 若是旁人前来对局 早已必死无疑 顶然化成了鸡粉 根本不可能逼近 圣体无双 克制天下诸般异象 力压一切道理 没有什么可以拦阻 他的步伐 一破百破 不可迎风 正是因为如此 两者才像是针尖对脉盲 激烈对抗 短时间内谁也奈何不了谁 这是一场奇异的大战 下酒又将身体烙印在虚空中 仿佛站在了星空的另一段 九幽仙渠悠悠 震慑这个世间 先王一步一步而来 像是在跨越诸天 想要进入被隔绝的那片天地中 对抗无上仙渠 年轻一代 许多人脸色苍白 这种大战让他们心中发寒 九幽仙渠一出 谁与争风 他可磨灭世间一切法 递进大道 斩落苍穹 拥有无上为力 这个眼眸明亮 肌肤圣血的橘色少年 实乃是一个逆天妖孽 此取小城就可纵横世间 辟腻年轻一代 难怪他敢自称天下第一 要受叶凡为仆 也未有圣体敢如此强势 主动出击 横渡朱天 不断迫近 以一仗无上意向 攻伐仙渠 争的一声 仙渠鸣走 天地湿色 他化成有形的波澜 如一条条大道符文 镇压而下 龙蛇并起 黄鳞争风 白虎笑月 兽归腾空 仙渠洞天 有形音波 化成大道文落 行似各种仙灵 斩向叶凡 要摸灭仙王 强力 叶凡如神灵 威然不动 意向威势更胜 仙王带他出击 行走于九天之上 破入那片净土前 叩关而击 他双手推动日月而行 肆意尊名副其实的仙王 仿佛在寻天 将一道又一道神文打碎 不可抗衡 嗡的一声 仙渠一动 九条大道文落 化成九曲长河而来 冲向仙王 叶凡确实一惊 九条大道长河 在他看来 像极了九曲黄河 拥有不可思议之伟力 扫灭一切 卷动高天 仙王如冤 深不可测 双手结印 打出日月 照耀星空 穷天地之极锦奥妙 意向掏天 天空中 一声巨响发出 仙王后退 下九游一阵动 清澈的眸子中 闪烁的妖异光彩 但战意却更浓了 哄的一声 仙王叩关 要入净土 都违抗 九游先去 这片天地 都快破烂了 如一张画卷在抖动 随时被撕裂 成为积坟 众人默不吃惊 心中震撼 如今两人还在少年时代 对决就已经如此可怕 若是登临圣主之位 将会有怎样的威势呢 下九游绝对堪与少年大帝并论 他才十三岁左右而已 远未成年 气血未打鼎盛时 还拥有无尽潜力 可谓古来少有 实为当事天纵奇才 让人不得不惊叹 几乎不可应封 年轻一代 没有几个人堪与他大战 叶凡同样让人变色 刚进军四级秘境 圣体不过小城 就有了这样的战力 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他的意象让每一个人都胆寒 可以说从此以后圣体一出 其他人的意象都要黯然失色 无法在他面前施展 不然必被克制 翁的一声 虚空遗产 九幽仙取京士 画成一幅道徒向前飞来 照相叶凡 这一下子 让叶凡想起了 大天地交织出的先天道徒 差一点回去他的道基 若不是绝待神王舍命出手 他已被打落下万丈深渊 哄的一声 先王立身在九天上 宝相庄严 手持一把仙剑像是在开天匹地 慢慢的滑动 发出让人窒息的恐怖波动 演化朱天 仙剑镇压九天 斩在道徒上发出贯穿硝悍的可怕声音 神城内所有人都心急 快要停止了呼吸 星月无光天地暗淡 唯有汪洋一样的恐怖气息在弥漫 震慑诸多修士的魂鱼骨 九天上的先王摇动 但却并未坠落下来 受到了莫大的冲击 另一片天地中的夏九游也在轻缠 但是毛子中的神采更胜了 他自语道 这样的仆人才配得上我 先王林九天与九游仙渠对决 一时竟然是难分高下 让人们无比的惊悍 夏九游一定与八千年前的盖九游 有某种关联 多半得到了其传承 他们是同一种体制 人们快速做出了推测 因为在他这个年龄段 肯定感悟不出真正的仙渠 这一定是前人摩刻下的仙渠纹 不然的话 九游仙渠一出天地失色日月无光 拥有难以想象的伪力 没有什么可以抗衡 因为他与神之蓄取病例 并不弱于他